第六届王母杯桌球賽這個星期假日熱鬧開打了 有國小中高年級的男女生組還有社會組98組隊伍 共450人參賽 而其中社會組還有來自新北市的選手報名 一整天的賽事激烈精彩 主辦單位花蓮盛安宮表示 透過各種競賽活動培養各年齡層的運動風氣 也能夠促進大家身心靈都健康 第六届王母杯桌球賽星期六熱鬧開打 主辦單位花蓮盛安宮表示 透過運動賽事舉辦鼓勵全民運動強身 也傳達母娘慈悲護幼眾生的精神 我們今年王母杯系列跟網媒一樣 都在每年暑假前後會舉辦 今年是以桌球來開場 就是第一場比賽 接著還有高舞球賽 高舞球賽是第一届 高舞球賽是因為 花蓮縣現在正在大力推行 在各個中小學推行 等於栽培小朋友 開始打高舞球 所以今年加入高舞球 我們舉辦這些活動 希望會促進全民正當的休選第一活動 盡一份心力 也希望能夠促進全民生命和健康 那王母娘娘呢 非常的慈悲 也希望呢 我們發展相親呢 偷偷到聖南宮去參拜王母娘娘 祈求王母娘娘的利益 謝謝 王母杯桌球賽 今年共有98支隊伍 450人報名參賽 分為社會主 國小中高年級男女身主 其中社會主還有來自新北市的選手報名 大家在球場上揮灑汗水切磋球技 經過一整天的激烈競賽 各組優勝出爐 社會主前三名有獎金獎盃 全身主則是獎盃和獎狀 聖南宮希望透過舉辦各種運動項目的比賽 讓愛好運動的民眾有上場表現的機會 也可以促進大家身心靈都健康 借旅會竟然相報道